佛子天地游记第一册 中篇 地狱见闻 6.大火热地狱 2018年9月29日 弟子拜佛结束念经时 观世音菩萨传义念于弟子 孩子你莫害怕 多次领你魂魄下地狱 是因为现世的洋人恶业深重 以后地狱会一层又一层的加剑 也是地藏王菩萨慈悲 这些造恶业果的人 也慈悲怜悯 我法门子弟 希望他们不要坠落地狱 为师现在看到在网络上 微信 Facebook WhatsApp QQ 微博等等 借佛敛财的弟子 为师很心痛 我现教护法带你去惩戒敛财 及杀业的大地狱 待会回阳间记得 写出来让大家警惕 莫造恶业 莫造恶业 现在天时已经很快了 官帝菩萨说 如若不好好忏悔 我会教护法成戒 甚至 甚至 大火热地狱 成戒敛财 大杀业 尤其是靠杀生害命 赚取利润 来到一座城墙前 还没进去 就已经感觉到 门热的空气 古老有黑的城门紧闭 空气是火红的天空 里面传出男男女女 哀嚎呼喊的声音 感觉这个城可以容纳大概一万余人来自世界各地的罪灵 今天门外没人看守 我等了许久 一个鬼差 急急忙忙走来 向我问话 没接到指令说 有洋人魂魄犹地狂 哪里来的 我回答 我是心灵法门子弟 接菩萨指令下来 描写地狱景象 鬼差向上空问了几句 沉默了几秒 就点头让我进去 城门打开 我站在街台上 旁边两处阶梯是通往城里的 上面可以看见下面 是很大的一片空地 没有其余建筑 很多火锅在冒烟 因为放得零零散散 我也不知道多少 有很多直边的鬼差 我走下去 看见一个女罪灵跪在地上 全身没穿衣服 很多结痂的伤口 鬼差不顾罪灵的反抗 用边抽打女罪灵 意念传来 这个女罪灵生前在佛门地方 靠国赚取利润 又不守佛门戒律 在外淫乱 死后堕地狱 抽打完后 把女罪灵很粗暴地从地上拉起来 赶到一处台阶 命令她躺下去 握后另一个鬼差 拿了巨骨 开始砍罪灵的手脚 连骨一起砍断 随手丢地上 我看到到处都是断手残脚的肢体 还有肉碎 女罪灵的意识 还是处于清醒状态 真的是活受罪 第二天 带地府天明亮后 地府的白天是灰色的天空 没有太阳 罪灵的身体都会自动恢复成刚下地狱的样子 然后又开始第二天的成绩 直到刑罚完毕 如果洋人生前靠杀业赚取利润 因为你害重生命 杀害他们 那么死后 这些果报也是让你一一长寿 这里每到一个时辰 就会放大火烧整个城 鬼差会从城内退出 里面的罪灵会被活活烧死 罪有心情 因为你心中的贪念 引来这些罪业之火 可怜 可怜 罪灵都是为了赚取利润 才去敛财 才去赚这种黑心钱 都是罪灵心中的贪 引来这些大火烧 奉券心灵法门的弟子们 师父讲的话是真的 不可以利用佛友赚钱 将来下地狱可不好受 我看完后 得鬼差点头 是也可以回阳间 急急忙忙 绕过那无数残海 不向城楼 出城不久后 听见有鬼拆海 烧城 漫天大火就焚烧起来 整个城被包围在火海中 我如往常找到回阳市的电梯 就醒过来了 2018年11月17日 来信移获265 我如往前 这根灯 不过来 请留下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我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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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 订阅